今天是零確診 今天沒有增加任何的病例 磐石艦染疫以來 首次零確診 指揮官陳時中 雖然戴上口罩 但好心情藏不住 阿中部長松了口氣 因為截至二十六號 除了磐石艦隊 三十一例確診個案 已經十四天 沒有出現本土病例 磐石艦染疫三艘艦上人員 也一併抽血 分送台大 中研院 以及昆陽三個實驗室 進行抗體檢測 追溯可能感染源 一個個案 他有可能只有在一個實驗室 被驗出來 另外兩個實驗室沒有 那可能在兩個實驗室被驗有 那另外一個沒有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三個實驗室都驗有 那當然是三個實驗室都驗 沒有的是比較多 判讀是需要一點時間 認為除了不是說只有看說 那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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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到底誰有誰沒有 九月的零確診要延續下去 五一連假 現在是關鍵 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離 避免人群聚集 台灣才能 繼續加磷 三星友吕少博烈吧 SNQ小组台北报道